大家好,这里是农民养花草 下面给大家来试一说文竹的养护 文竹呢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它的枝片呢,枝叶比较的飘逸 特别的洒脱 有一种文雅的气息 所以说很多人都喜欢在书房或者是 卧室养上一盆文竹 它不但就是关上价值高 而且还能有一定的进化能力 所以说养文竹真的很多 但是很多人在养文竹这时候 中间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黄叶落叶 而且因为文竹叶片比较小 只要落叶了,掉满地 清除都很难 所以就让人很烦恼 那么如何养文竹 才能像这样郁郁清清长得很旺盛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文竹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有四怕 只要避开了 它才能郁郁匆匆长得旺 养好了,还能开满小白花 第一件呢 第一个它最怕的事情就是怕光掉太强 文竹这种植物喜光 但是不喜欢强光 居家养护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把它放在家里光线特强的地方去养护 建议把它放在家里 散视光充足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比如说家里的东西窗台 或者东西洋台的附近 或者是说遗写地窗台 就是在遗写窗台的附近 但是呢 又没有直射光照射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特别适合文竹的生长 第二点呢 文竹最怕的事情就是怕通风不好 文竹这种植物呢 就是它可以知道 它的就是说通风不好的话 就特别容易黄叶子 它特别怕闷热的现象 所以说养文竹呢 还要保持有良好的通风 但还需要一点 文竹呢 特别怕就是热天的时候吹干风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特别的薄 特别的小 如果是你经常给它吹干风的话 那么它的水平蒸发的特别快 可以说吹一天 它的叶子就吹干了 然后一碰就叶片就滑滑的掉 所以说养文竹 想让它长了枝叶翠绿呢 就要注意好 就是要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 也不要给它吹干风 第二怕的时候 就是怕什么呀 怕浇水太多 文竹这种植物啊 它喜欢湿孕的空气环境 咱们平时养护的时候呢 可以经常像它的叶片呢 去培湿水物 叶片即周围空气 喷湿一些水物 增加空气适度 但是呢 不要频繁的去浇水 你浇水太多的话 文竹就容易出现 闷根烂根的现象 根系不见状了 那么它肯定是会出现黄叶的 所以说不能频繁的浇水 但是可以多喷水 第四怕呢 就是怕施肥过浓 给文竹施肥啊 就是建议要做到薄肥禽 才能满足它的生长 但是呢 不要施农肥 如果是你施农肥的话 它吸收不了 也容易出现黄叶的现象 所以说养文竹的时候 要注意 就是施肥的时候 不要施农肥 建议呢 使用一些有机肥 我呢 养文竹长期使用的 就是这种有机塑胶蛋肥 它是养官叶植物的好帮手 它呢 是主要是含蛋的一种 就是复合肥 除了蛋呢 还有一些就是微量元素 还有一些就是 一些就是 促进植物生长的这种 就是这种 磷甲肥啊 这种元素 它呢 就是使用的时候呢 不但能促进植物的生长 而且能防止植物的土长 所以说用来养文竹 这种春夏时间 生长比较快的植物 特别的合适 不但时刻可以养植 养文竹还可以养 比如说发菜树呀 绿螺呀 吊蓝呀 菌子蓝 在生长期 还有就是 长青藤啊 之类的这样子的植物 都可以用它来养护 使用方法也特别的简单 咱们只需要在浇水的时候 在水里边给它 加入一些就可以了 就是 它呢 就是一颗水 对500毫升进行吸湿 进行灌根 吸湿的效果特别的好 喜欢的朋友 可以这样养一下 一般一个月 使用两到三次 就能满足文竹的生长 能让文竹长得 特别的茂盛 所以说居家养文竹 避开着它最怕的四点 郁郁葱葱长得很旺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暂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